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胶唱片已经算是稀罕物了 但是在这座中国唱片博物馆里 却珍藏着三百多张中国各个时期的唱片 借助现代的数字化处理技术 你还可以在这一张张唱片中 聆听到百年以来 中华大地上的珍贵声音和音乐文化 从中国第一张唱片 孙菊仙演唱的金句铁莲花 到金句四大名单 媒上成询唯一一次同台合路的唱片 博物馆还提供相关的音频拷贝服务 你可以把自己最钟爱的声音带回家 当属镇馆之宝的应该是1935年 东方百代第一版 义勇军季琴曲的金属木板 这个是聂尔把它创作出来以后 百代公司第一次贯录 第一次演唱 这个版本非常非常珍贵 过去西方传来的音乐钢琴 让古浪宇成为了琴声悠扬的小岛 如今中国唱片博物馆的入驻 给琴岛赋予了新的使命 博物馆选址在古浪宇的十大别墅之一 黄荣远塘 这栋建筑堪称是西洋文化 与中国古典风格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巧的是 它和音乐也有着不解之缘 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它曾经是基督教女子分会的会者 那么被诗人舒婷在《珍水无香》里 称为厦门夜莺的严宝林女士 她在这里每周为古浪语人 做月光唱片欣赏会 那么我们觉得这座建筑 其实跟唱片是挺有缘分的 厦门是一座因桥而起 因桥而新的城市 爱国爱乡的华侨文化 是下面一笔宝贵的财富 这也是陈嘉庚先生 带头捐款唱办华侨博物院的 重要原因之一 走进华侨博物院 主楼让人眼前一亮 楼身以洁白花钢研继承 屋檐已具有中国特色的 翠绿琉璃瓦铺饰 这种中西河壁的风格 与博物院的主题刚好吻合 博物院的主陈列区 华侨华人分为三个部分 展现了华侨从走出国门 到报效祖国的历史足迹 半个多世纪以来 华侨博物院就静静地 注立在这里 替岁月保留住这一段 值得铭记的历史 它的意义的话 不仅是为 回国的华侨 提供一个参观 了解我们国内的一个窗口 然后也为国内的民众 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 所以说华侨博物院在 就是建成以来的话 的确是在这个展览展示 来文物收藏 来科学研究 来自于海外联谊方面 也发挥的非常独特的作用 漫步在下面的大街小巷 不经意间 也许就会邂逅一座博物馆 不妨去听听他们留下的历史故事 感受时光的流逝 品味城市的变迁 记者 于伯菲 黄超报道